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什么是真正的战地记者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 是前央视的特派记者 他过去曾经被派驻 在中东的好几个国家 虽然我地球人曾经 有不少人说我是战地记者 不过对于这个称号 我自己是一直认为不敢当 因为我自己认为 真正的战地记者 应该你要是长时间住点 或是派驻在战地 并且对当地有一定程度的观察 那我大部分只是透过出差的模式 即使是到一个战地前线 也大概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而已 对于这种长时间 可能就是一住点 就是好几年的这种 真正的在前线观察 以及采访的记者的生活来讲 的确他们会有更多 更深入的观察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要来认识 这样的战地记者 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曾经的体验 到底是什么 今天的来宾是 余宗静 我们欢迎宗静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余宗静 我是前战地记者 但现在也已经是离职 有三四年了吗 对吧 你刚才说的那个有一点 就是说长期的住在战地的话 其实非当地的状况 有一个更深入的观察 但是它也是有很多 你需要付出的东西嘛 就毕竟是一个 动荡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环境 就是说的直接一点 它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觉得吗 所以对 对你自己算一算 因为它会对你的心理啊 或者说是各方面还是 多少会有产生影响 因为大家都是人 你不可能就是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看到 哇这些战地记者都好 这个心理防线很坚强 或怎么样的 但实际上我觉得 大家都是人 就是你多少会 因为当地的这个环境 会受到影响的 这就是我们付出的这个代价吧 然后以及就是 肯定会遇到很多危险 所以你们不会有 说已经习惯了 或是麻痹这件事情吗 我觉得习惯和麻痹 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问题嘛 对吧 就是因为跟当地的一些居民一样 其实像你 你之前去到比方说阿富汗或许里亚 你也有看到 他当地的一些居民 有时候我们都会 就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就是也会问他们 是什么 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 我们看来非常不合理 危险的环境中生存 可是人类的这个生存能力 适应能力就是这么强 它就是适应了 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环境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看 他是被迫去适应 这样的一种环境的 这可能并不是他自己 想要的一个环境 对吧 所以你说的这个麻痹 或是适应 我们说好听的是适应 但说难听的 其实就是麻痹了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好吗 其实并不一定好 对不对 所以也是我当时驻站 到后期的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要跳出来 或者可能要结束 这个工作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一直下去 可能对我的心理状态的影响 可能会越来越大 是是是 OK 所以这就是可能因为你驻点 时间太长了 所以承受在非常强大的压力之下 那中介你先来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说当初你这份工作 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会直接就被派到 占地去了吗 那你自己的背景是怎么样子 央视当初是怎么跟你说的 对 我其实出发点 并不是一个新闻理想的 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最开始在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阿拉伯语 然后呢 我在毕业之后 去找工作的那个阶段 就是有几家公司都要了 但是当时呢 央视也给了这个机会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机会挺有意思的 因为比起去一些 这个贸易公司啊 或者说一些其他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 相比来说更适合我 然后我之前也跟你说过 就是我还是属于那种 好奇心比较重的人 然后我喜欢新鲜的食物 就是一些新鲜刺激的东西 对我来说 这能够激发我的兴趣的 所以我当时就去了央视 然后呢在央视其实 他经过了一到两年的 培训之后 因为我之前不是学传媒的嘛 所以他会有一些 基本的培训 比方说对于这个 新闻的采编啊 然后以及一些播出的 这个流程 以及你要怎么做直播 以及报道这些东西 进行基本的培训之后 然后我当时又去到了中东 然后他当时呢 正好是处于一个 扩张的阶段 他在每个各个国家 建战 这是已经将近十年前的事情了 然后他当时 就是因为我语言优势嘛 所以我就被开到了中东 我主要当时去建了央视的 卡达的站 然后以及包括当时 其实沙特的站 站点也是我铺设的 然后所以我驻站 是驻在了卡达的首都多哈 但是呢 因为当时就是阿拉伯 最初就开始了嘛 那所以就是我们就必须 前往这些国家 去报道当时的这个状况 是这样的一个开始 哇 所以你 反正这一批算是央视在 中东驻点的先驱者 拓荒者 对 之前有一些 比方说驻站 传统的这个中东 必须要有的站点 那肯定是耶路撒冷嘛 对吧 对 然后还有那个埃及 他们是有这个站点的 因为以前埃及是算 中东的一个 就是政治的这样一个中心 当然现在政治中心 已经转移到了 像这个阿灵球啊 这样的一些国家 可能就是那两个站 但是我们那一天呢 正好就是在那些国家 就是很多国家 都建了一个新的站点 是 所以你在多哈 跟沙特都建了站 但这两个地方 听起来都还算蛮平和 而且多哈 跟沙吴地阿拉伯 都是很有钱的国家 所以对于这种冲突来讲 可能没有预想中的这种危险 但你是怎么进到战地去的 因为它当时呢 是一个就是需要大家 去轮港的这个职足 因为每个站点呢 其实说说白了人 其实并不是很多的 那当时就是阿拉伯之春 开始的时候 其实每一个国家 就到处都是嘛 对对对 就是各地开花 那肯定人手是不够的 那所以我们就得派到 那个其他的 可能是没有站点的 比方说我先去的是夜门 我先去夜门 还是先去利比亚 这两个可能差不多时间 都是在那一年反正 是 然后就是这些国家 然后进行报道 所以其实等于是当时是先有了这样的一个提机 然后又他们又有这个需求嘛 所以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那一段职业生涯 大概持续比较近九年吧 哇九年的战地生活 这听起来很让人向往 对我来讲是这样子 可是你以后来说 这是我们的差别 这是我们的差别 就是你依旧还有这样的那个经文理想 我就没有 所以我离职 我现在讲那个早期 就是我当时就到了后期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行 我得那个换一种生活状态 也得休息两年 休息完两年之后 再看吧 是是 所以好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刚刚到夜门的时候 那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因为你到的时候 是因为当地已经发生冲突了 对你自己来讲 刚到夜门那时候 你刚进媒体也不算久吧 还是个菜鸟 对 就我们来看 三年 三年资历大概就是个菜鸟 对对对 一个菜鸟怎么去handle 这么这么heavy的地方 这么重的采访任务 我必须说 就是虽然离职了 但是我一直其实还是挺感谢 这个机会的吧 因为他就是 就是你跟你说的一样 一般其实肯定会派资深的记者 去到山地的 但是因为当时人手不够 所以就给了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机会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 好在就是当我们在当地是 现在就有经验的记者告诉我们嘛 我们是必须要在当地找到这个向导的 然后呢 也在当地找了一些这个安保人员 所以呢 他们这个当地的这个local的team 其实是给我们很多帮助的 那我到了之后 我必须说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非常新鲜的 最开始是非常新鲜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夜门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去到那儿 但是我每次只要有这个朋友跟我推荐说 你去过大基本上所有的中东国家了 就是说你最推荐的是哪个国家 我说如果能去的话 我是推荐夜门的 因为他的这个 你也去过 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建筑风貌 人文文化 然后他的这个地貌啊 全部都是非常特殊不一样的 然后他有海有山有水 就是什么都有 然后是一个 我每次都跟大家说 我就觉得所有打仗的地方 都是一些非常好 非常美的这个地方 他应该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 就是大家肯定都会很喜欢的这样一些地方 但是他们就是打了起来 所以刚刚到野门的时候 就比方说他的这个 他吃的东西啊 包括他的撒纳 你记得吧 就是撒纳他那个城市建筑 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种上千年的城市 然后他都是用那种土质的 那个泥和石头堆砌起来的那种 像这个棚子楼一样的那种 那个建筑 我到现在还有一个小的模型 就是买的模型 现在就是 对 然后所以说最开始是新鲜感 但是就是刚开始工作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 他的危险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你记得吧 就是野门 其实他有个严重问题 就是他枪支的这个持有率非常高 对 我在野门的时候 走到哪里大家都带着枪 我以为就是当地的这种民兵状态非常严重 而且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2019年了 他们其实内战也好一段时间了 对 而且检察上很多都得带枪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 对 可是你在当时2011年那个时候是什么状况 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这样一个持枪的这个 可以说是传统吧 因为野门他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处于一个部落状态的嘛 所以可以说留下来这种习惯 然后你要去看的话 他可以是人均持枪率 可能应该是全球最高的前几个的那种 然后而且他有一些 我看来是一个非常 他们自己觉得是传统习惯 但是我看来是一个恶喜的习惯 比方说你看他们每次庆祝的时候都会朝天开枪 对对对 这让我想起来 我想到了 我在采访的时候有去到一个婚礼 他们真的往上面开枪非常 好可怕我现在想起来好可怕 因为你那个子弹飞上去总是要吊下来的 那吊下来谁知道吊到哪去呢 很有可能吊你头上啊对吧 我但是我最开始都觉得 好很新奇 就是怎么是这个传统风俗习惯 然后但是这个就关于流弹这个事情 就是我后来就发现他真的不是说看玩笑的事情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其实是有认识的一些同行 就是他是在这个他们庆祝的时候 然后流弹掉下来 然后就如果是轻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打到了比方说脚啊 或四肢这样的一些部位 那就我是致命的嘛 但是有些确实我有听说我打到致命部位 然后就是死掉的都是有的 你应该也是住在山上的那个酒店 对不对 我住在撒纳的最大的酒店 但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 应该是山上那个 是可以可以说那个名字的吗 可以啊可以啊 是莫菲安贝克嘛 是莫菲安贝克吧 对啊 是一个沙德那个圆间的一个酒店 我真的忘记了 对他在路边吗 还是在山上 他在山上一个非常 他的地理位置很优越 就是你在山上的能够看到整个那个撒纳城 我应该不是住那一间 你住的比较高级 也没了 谢谢就那么几家酒店 然后那个他能看到整个山上的看到全城 然后全城的所有的那个清真寺 你都能那个圈里坛都能看到 你记得吧 就是他也能不是有很多的圈里坛吗 对 然后他每次那个礼拜的时候 半夜比方说三四点礼拜的时候 全城的礼拜生你都能听到 就是我好多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 而且他的礼拜天 他的礼拜天 我觉得是我去过这所有阿富国家里面最难听的 sorry 这个我个人一点 就是他的声音很尖很刺耳很杂 就是当然这些都是 插开话题 就是我当时我们回到那个我说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关于榴弹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这也是我们没有经验嘛 就是我最开始刚到没多久 当时的那个总统 大力赫他当时要做一个讲话 然后做完讲话之后我们要做一个live的直播嘛 对 然后因为跟国内的时差 所以他当时其实在野门的话已经去晚上非常晚的时候了 他们当时呢 因为讲话完我们刚才说的他又要朝天开枪庆祝 然后我当时在那个我的阳台做的直播因为阳台 你记得就是背光的话他后面都是黑的那你就要把打光 就是你要在你的脸上打光 然后呢 结果那个当时打光打的就是 灯开的非常大 然后他又是在山上这么高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按理来说 就是他们都能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个长光打在那 对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在庆祝 也没有 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在朝天庆祝 然后呢 你就在画面上 这个视频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好像就是全程在放烟火 当然也有放烟火了 烟火加枪 画面就是是那样的一个画面 但是我又打了两个灯就是朝外 然后后来那个楼下的这个酒店的那个工作人员嘛 就跑上来 就是马上阻止我们就说 你们这样这个 他们很有可能就看到灯光就直接朝这边打过来 然后当时就觉得天哪 就是我想到就是我第一件就是遇到的非常危险的 然后但是当时又没有太多的经验的状况下发生这个事情 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我发现他流淡这个事情 就是朝鲜民伤这个事情是他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后来的话就有比较注意 我后来有时候也其实也防不住你知道的 就是对 开枪这件事情 对啊 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前线去或者说是跟他们跟着这些当地人去拍摄一些什么新闻 那如果他突然就是开起来了 其实你躲不住的 就是你能躲到哪呢 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个就是你能看到他是开的那个方向大概是那样 可能那个子弹会从那边掉下去 但是还是没有那种安全感嘛对吧 所以你说你说是不是就是在搏命 是是对 所以你在当地的每一次出任务好了 就是你到不同地方或者到不同前线采访 你一定是穿着全副武装吗 你一定是穿着防弹背心啊 头盔啊这些东西吗 如果我知道他危险肯定是非常严重的状况下面 我肯定是都穿的 但是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说实话 就是有时候懒了之后 你觉得我也就是去一个这个像地方 应该不去发生什么 然后可能也就没有做好那么全副的武装 我必须说其实做战地新闻 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幸运成分在的 因为我我见过有一些就是不幸的这个同行什么的 我必须说那个可能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注意那些事情 可能就那天就是他就是那么不幸运 是 所以他就是遇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后来会觉得 因为我没有你那么新闻理想这么那个 坚持嘛 所以我后来想到这点事情 我好像觉得 人那一辈子的这个幸运可能 并不是说源源不断的 是这样子 后来我 对 我后来可能会更谨慎一点 这就是我现在想起来 如果说我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有经验的记者 我可能不会有这么多的经历 就是正是因为我最开始可能是一个 这个菜鸟的状态 所以我就有这个憧憬就是才去闯到这些地方 这也算是一个当时状态下的一个好处吧 是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我自己要进到一个战地或是真正的前线的时候 我在找Fixer这件事情会非常谨慎 就是要找一个带我们的向导 我一定要找非常有经验 或是不管是他跟军方的关系很好 或是他是当地的一个媒体人 他知道哪里曾经发生过事情 或是至少他有一些背景在 让我们处理比如说检查烧 或是去任何关卡的时候 可以比较顺利解决 那你自己的经验在中东战地这些找向导 你们是有固定合作的向导吗 还是说到不同的地方 你会需要自己再找过呢 那你怎么找这些有经验的向导 就是我们这一点可能比你要稍微好点 因为在大部分的站点 首先我们是 比方说在叙利亚这些和黎巴嫩 还有一些像甚至是伊拉克阿富汗 其实我们都是有设站点的 所以设站点之后 其实有长期的雇员 OK 对 相当于这个Fixer是一个长期的雇员 那长期的雇员的话 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之后 这个人肯定就是是怎么样 他的工作能力怎么样 我们还是一心有数的吧 但是呢 就是如果说去到当地 原来没有Fixer的 比方说第一次去夜门的时候 其实我们当时还没有Fixer 那可能就是会通过同行介绍啊 这样一方式去找这个人 当然的话就是还是要试几次的嘛 就是最开始我记得 我们当时在夜门 只有两个Fixer 而且还是两个Team 但后来慢慢慢慢慢慢 就是后来比方说 事情比较少的时候 我们经过这样一个实验之后 其实就把这个 其中一个比较好的这个Fixer 就保留了下来 是 还是这个东西 你只能靠这个推荐 因为你想在短时间之内 就找到一个比较可信的 这样一个人 那只能是通过这种推荐方式嘛 你自己如果直接去找 跟你说的一样 就是他可能会反而给你带来危险 都很有可能 对吧 对 因为如果你陌生开发的话 可能会找到一个 你自己不熟悉 或是可能他本来就没有那么好的人 有的确是 我的Fixer都是凑过 好几手 就是介绍介绍 也许介绍的当下 不是立刻就是那个人 但会有透过介绍会比较信任感重一点 对对对对对 Fixer这个事情确实 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那种 不知道为什么要付他钱的Fixer 对我最怕遇到那种只会翻译的Fixer 你知道吗 就是他可以帮你翻译 但是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 他不会给你任何意见 或是在当对他情况不熟悉 或是他甚至连官方的管道都没有的时候 遇到事情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记得我在那个最开始我去阿富汗的时候 也有遇到过这样的 就是也类似这样一个Fixer 就是你说的他语言不错 然后他英文也不错 但是他就是只会翻译 然后而且他只会翻译 还得你推他 就你会给他 我觉得你这段应该给我翻译一下了吧 他然后就给你翻译一下 就那种你知道的 后来当然就是再见 不需要 对你长期的心积累下来的话 大概就是只要他们不出生发生意外 就是你还是有这个contact的话 以后都可以用到他们的 对吧 是没错没错对好 所以这个就是在你是夜门的一个经验 对关于流淡是你自己印象是比较深刻的部分吗 对那除了夜门之外 你还有利比亚在同一年还去了利比亚 利比亚这个国家我还没去过 我个人非常有兴趣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美国自从把格达费 我不知道在中国翻译成什么 就把格达费拉下来之后 一直到现在他们几乎是处于 没有一个很稳定的政府状态 一直到现在 然后还有他们的民兵组织非常旺盛 民间的冲突啊 甚至绑架事件啊 我到现在倒还是一直在听说 所以我在到处在问人家说 利比亚到底能不能进去采访的时候 我问到的人都跟我讲说 如果你不怕死就进去 但是你那时候利比亚是什么状况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状况呢 在这个利比亚战争之前和战争之后 都是这样的状况 当然在所谓的解放之后 其实这个问题更严重了 因为他当时你们班的那个 就是卡达费 就是我们班的卡达费嘛 然后他其实虽然是一个强权 但是他还是有一所控制的 但之后其实就完全失控了 就是我在后期的 就在他解放之后 后期我也有一个同行他去过 然后他去做采访的时候 他们跟当地的这个民兵就发生争执 然后就当地的那个 都不是民兵我记得 可能就是当地的一个普通人发生争执 然后结果人家就拿出刀捅了 捅了他们那个同行的team的一个摄像吧 这就是可能是肾脏部位 还是这么夸张 对就是那那个你也知道 这些国家你要系数一下这些事情 好像也不算夸张 好像可以可以理解 然后呢捅下去之后呢 反正就是受伤了嘛 那然后就回国治疗了呗 不过现在至少不是致命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民风还是非常强 还一言不合就先 对对一言不合就先 先把武器拿出来 先捅了再说这样子 对然后呢 我第一印象我还是那个事情就是 他又是一个好山好水好地方 就是你想他在一个地中海沿岸的 这样一个国家 然后他有那么长一片海岸线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 他又是一直都有着自己很重要的地位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的自然景观啊或说是人文遗产什么还是很丰富的 然后我去的那个时候呢情况比较不一样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时候 NATO啊那些其实他们就是在空袭 比方说地理玻璃啊 然后班加西那些城市嘛 主要的重点城市 其实他当时已经快将近接近尾声了 就是已经快打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比较不孤单 因为就是他快打下来的时候呢 所有媒体都在那 就是那些什么CNBBC 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最有名的那些线上媒体 他当时都在那 然后我们也都住在同一个Triple的那个迪迪玻璃的一个酒店 虽然说我现在回想起来的 有一些比较记忆深刻的画面 就是我们每天在这个酒店的阳台上 就是很穿晚饭 然后去看着天空 就是也是 就是战机飞过 然后就是子弹流星一样划过 就是看他又觉得 就是一种怎么这样 但是又觉得很正常的那种心态 是 这个是我记得比较深刻的 然后如果说要说要到危险的话 因为当时他是一个逐步推进 就是把一些剩下的据点城市 想把它控制下来这样的状态嘛 所以你知道的就是我们如果去前线的话 一般会跟着一方对吧 要不然就是这个政府军 或者说要不然就是反对派这样一方 然后当时的话 因为这个反对派 他其实已经处于一个优势状态 所以我们跟着是他的反对派 然后跟着去前线 就是说看一下前线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就是这一次经验 我其实觉得 我必须要感谢这个我们的公司 当时花重金给我们请了两名 那个英国大兵保镖 真的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觉得 天哪 这两个人有必要吗 然后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壮硕的 但是他们俩就是那种 你可以看到那种美区里面 那种非常壮硕的这个队伍大兵 每次出车出去那司机在前面 然后我们的摄像也是在前面 这个副驾上 然后呢 他们两个那个交情大汉 就是坐在这个后面后排两个位置 然后把我夹在中间 就是我每次都夹在一个非常小的后面 就夹在中间 我每次想天哪 这两个人就是一定要那个跟我去吗 然后就是花这么多钱 而且因为他们工作应该是挺高的 但是那一次的时候 我们到前线的时候 就是我们下了车 然后我们摄像呢 就在拍前线的画面 然后我当时在出镜嘛 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出镜的时候 肯定是背对的那个 对 就是有一个方向我们是看不到的 是 然后呢 突然就是他们就是 把我们摄像那个摄像机就拉走了 然后把我一句 就是你的 就感觉是要压界犯人一样 就把我们按到那个车里面 然后就把所有人都跑进车里面 然后就让我们司机马上开车走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正在跑进车里的时候 就是你就能听到那个天上 就是划过那种炮弹的声音 就是他就前线 就在他们交火的地方 可能其实也没有太远 可能就比方说两百多米的那个地方 他们那个导弹就 就是那种炮弹嘛 就就打过来了 然后我当时第一印象是 他的声音效果 跟我们看的所有大片里都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当时你那两宝权 没有把你们压进车的话 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声音 对 炮弹就直接打过来之后 就是我们就所有人 就是司机就马上跑了 但是因为我们跑的同时 他的炮弹还是会在往这边打的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离开 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摄像 他是坐在后面 他还有一种摄像机 透过后面的这个车的玻璃 在拍后面的画面 就你能看到他们还是在往我们这边打的 所以当时你们是被 你们是被锁定了吗 还是他就是不管是谁 就是被锁定 呃不不算锁定 但是因为当时就前线有反对派的武装 然后呢媒体也都在这个反对派武装前线后面那些地方 就是在他们后面嘛 就是肯定是打到谁算谁的 啊 就是对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后来就是有跟我们台语说 这两个人情的还是值得的 哈哈哈哈 就是后续这两个人就是有一直保留下来 因为其实当时你想就是我们摄像忙着专注的拍那个画面 对 然后我又看就是做我的出镜 所以我没有就是有精力去观察就是座位的环境 他到底发生什么的状况 而且他们有经验 他们确实是很有经验的这样两个人 没错就是我们在采访的时候 当我们在做不管是直播或是在做连线或是在出镜的时候 我们的确像我是文字记者我就很专心看着我的摄影机 对然后我的摄影机会看着我 那顶多就是我旁边的一点点周边的状况 然后我就是介绍一下这边 很容易会忽略当时可能如果有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真的就跑不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非常精彩 就是你这整个利比亚的这个过程让我非常向往想要进到利比亚 但是我自己的确也会怕 在这种没有很完整很平稳的政府状态下的这种民兵啊 或是这些一般人都可以攻击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应付这些事情 你还有叙利亚的经验对不对 叙利亚的经验我们留下一集再来说 我觉得今天光是叶门和这个利比亚就已经非常精彩 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听战地记者的故事 我们留在下一集再来听叙利亚到底发生哪些事情 谢谢大家 因为我们当时央视跟路透社其实有合作 所以我们采集的所有的素材 其实只有传到那个AP和路透的这个共享系统里面 如果说有一些媒体 他们可能没有派记者过去的话 其实是可以采用我们的素材的 所以他们那些记者其实也是能看到 就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新闻的 然后有时候 因为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酒店嘛 比方说我在阳台上做出镜的时候 隔壁可能就是CNN或BBC的这个记者就在做Live直播 所以这个大家肯定是想要沟通上是很容易 联系上还是不难的一点事情 那主要的话 我当时其实也会看他们的新闻 然后会看他们比较多做了同一个事情 他们的报道角度以及这个说故事这个方式 到底也跟我们别在哪 这些也都是有看的 但是我其实在没有这个跟他们一起 可以说在同一个前线一起比拼的时候 之前我会有一些不自信 因为我会觉得他们派出来都是一些老鸟记者嘛 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些记者 而且比方说CNN、BBC 他们这些个人记者的branding都做得很好 都是把这个人的个人品牌打造得非常好的那种 我可能没遇到他们之前会有一些不自信 会觉得哇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团队 影响力也是比我们大 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在实际操作中大同小异 其实我觉得他资源肯定有差 但是资源的差比方说他能踩到某些部长 或者是踩到哪些重要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这个资源有可能并不是他自己个人的 并不是这个对他整个团队 以及他背后的这个推手的这个资源 所以这一点上就是不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 这可能就是比方说我们 其实最后有采访到叙利亚的那个总统 其实说白了也不是我个人记者他的能力 我给你一句话说 我听说你多快点没想到 这个战场 但是我因为没想到 去不令人欣资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